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癸有癸害 任以丙武 这个八字 当事人提问说 劫财这么旺 到底会怎么样 然后他的婚姻以后会怎么样 各位 这个就是一般人在学八字的所谓的迷思 劫财很旺 要破财了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财运 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天干 癸水 这是他的劫财 所以他天干癸水跟丙火 所以他的丙火非常非常的强 他的丙火在天干非常的强 然后大运再来送给他一个 所以他进入这个运 他的财运是旺的 我们来看地支 他的一个地支 尹亥一合 一样也银木生无火 特有金 所以他的一个财运 不管天干地支 他的财运其实基本上都是稳的 所以并不会因为什么劫财 必克财 这个是一般人在学八字的时候 很喜欢用的是一种名词解释 而不去真正的看说 他的一个五行生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然用这一种方式去批命的话 当然踢铁板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这是第一个 我们来看他的一个八字 这个八字基本上他无关 但是八字无关不代表没有婚姻 因为来讲 第一个 你的流年一定会跑 十天干里面总会十年 你会碰到两年 十二地支 你十二年里面 你也会有四年的一个机会 成虚丑位 所以来讲的话 所有的一个运势 没有 只是说他出现的机会比较少 并不代表没有 因为你还有一个流年这边会引动 那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天干的官运 有戊土跟己土 我们知道戊魁会合 所以基本上是以己土为主 己土 他的一个婚姻上会比较强 再来以地支的话 地支 我们就知道 还 臣 臣有何 没有用 虚 还可以 木生火来生土 丑 也可以 魏 没有用 因为无畏一合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的一个官运其实也有 这个官运 其实各位你要知道 因为他本身财运强 所以其实女生财运强 桃花就自然会有 因为财会去升官 他结婚来讲的话 只要碰到这个月就可以了 各位他财强碰到月份就可以 结婚的话 一个月而已 那并不一定说 一定要官运出来才有男朋友 其实只要女生的财旺 他的桃花就会旺 这时候他就是谈谈恋爱 绝对是可以的 这时候是谈谈恋爱 可以的 所以要论到婚姻的话 就可能 他不一定要在年有关 他只要月有关的时候 然后是接起来顺行的 这一种状况 他就有办法结婚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就是说 其实这个女孩子来讲 他反而有一个好处 他的官因为不显 所以官不显的一个情况下 他的官运比较不会起伏 比较不会起伏 就是等官出现了 是被克还是变好呢 就是看那时候而定 平常的时候 就是平平稳稳的这样子过去 但是他的人 他的八字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的财运确实很漂亮 他的财运很漂亮 所以来讲的话好好地去赚钱 来说的话 赚钱财运旺的时候 顺带就把他的桃花就拉起来 这个八字的最大特点就在这里 不一定要靠官 了不了解 没官反而对他是有一种帮助的 因为表示他的官不受影响 维持平稳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